上次講完正整數和0 今次講負整數 如果大家有看數學書的話 就會發現有一個叫自然數的這個TERN 這個TERN就是 例如平時數開數目字 鉛筆1、鴨仔2 又或者7個蘋果、8個橙 會用到的這些數字 那就叫自然數 但這個不是一個好的TERN 為什麼叫不好呢? 就是因為好像我上一集講過 如果我一個蘋果都沒有 那就叫做0 有一個蘋果 我好像畫面這裡有5個蘋果 那就叫做5 這些就是上一次講過的 但是有另外一批人 其實呢 數學界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公式呢 就是在說 不是啊,平時我睡覺 數綿羊的時候 是由一隻綿羊 兩隻綿羊 三隻綿羊 開始數的 沒有0分的 跟0沒有關係 這個0是不應該存在的 所以這個自然數這個 term Natural number 在我這個頻道呢 就會盡量少用的 如果有時候 鬼敢眼啊 不小心用了的人呢 那你是有權挑戰我 問我 喂,究竟這個自然數這個 term 應不應該包上0啊 那你是可以問我的 那自然數這個 confusing term 就降到這裡 那我盡可能都不用的 那講回這次的 topic 這次是負整數 如果我上次說有五個蘋果 那接著下來 那發覺 咦,不是啊 數錯啊 其實不是我有五個蘋果 而應該是我欠你四個蘋果呢 那 那 這條數族啊 整個故事就不同的說法了 本來我有五個蘋果在這裡的 是不是 那現在表示 我一個蘋果都沒有 之餘 還欠你四個蘋果 那我本身的那條數族 就只是去到0 是不是 那就沒有左邊的 那現在 喂,不行了 舊那些 舊那套不成功 那我們要 我繼續欠你四個蘋果 1,2,3,4 那還會說 現在我欠你四個蘋果 就可以說 在負數族的左邊 用負4來表達 那這個就是負整數了 所謂負的意思就是 我沒有之餘 還要欠其他人 這個就是負了 那所以 整條由0 左手邊起的所有數目 即是無論日後 有什麼有理數 無理數之類的東西都好 0 左手邊的那些 全部都是負數來的 0 右手邊的那些 全部都是正數來的 那 現在看到的這條數族 上面有的那些Number 就是叫做整數 分別由 這個 負整數 0 和正整數 組合在一起 就是這三個 好了 好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